我就像那一只命中的小鸟 努力挣脱冲向浪天怀抱 勇敢的障碍双倍 大家好 我是御松培林圆艺 今天来到市场 给大家分享一批精品的松板杂木背景 眼前这些全部都是老庄的黑松 大小全部都有 全部都是以下山庄为主 咱看一下每一棵树形都是相当漂亮的 造型也是非常的独特 云片都是非常翠绿 偷的都是在 像这边有两盆精品的松板树培景 这是一棵 咱看一下什么品种 三彩八房细域穿 这是一棵老庄细域穿 一本双干 看一下整体股价相当漂亮 还有舍利 云片都已经是基本成型了 还是要靠年工养 云朵都已经出来了 非常漂亮 这边是一颗季州针板 看一下红皮白骨相见 带有舍利的苍方感 层次也非常漂亮 粗度也在10公分左右 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一颗老庄次松 这是一颗次松 像根盘 得带40多公分 40多公分 得60多 60多的大根盘 直径得在40多 特别飘逸 整体股价是相当漂亮 像这种枝条都在4公分左右 像这种枝条都在4公分 这种小过渡枝都在1公分左右 都是非常有年工的 整体股价相当漂亮 也是特别飘逸动感的一颗 像这么大的桩子 还是非常难得 这是一颗赤松 看一下松针 也是非常的翠绿 赤松它是 松针是非常软的 不扎手 咱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黄羊 小颗的黄羊盆景 这边也是这种真板 看一下这颗 是一颗牙板价介的真板盆景 看一下整体股价扭曲度 扭曲度还是非常漂亮 冻开的 也是漂亮 这边也是非常丰满的 银片非常漂亮 这边都是 这也是一颗黑松培角 那有两颗精品的对接白蜡 看一下提根带淋水装 相当漂亮 看一下股价 全部都是用剪刀一剪刀剪出来的 像这种 都是属于领南盆景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剪工好 都是用剪刀剪的 它不是用那种铝丝攀扎的 这个都是没有攀扎过的痕迹 全部都是每一年用剪刀剪出来的 这是领南手法的一个 看一下 这也是一颗对接白蜡 这个粗度的话在18公分左右 盆上高度有一米半 灌肥的有一米一米二三左右 股价相当漂亮 这个季节观赏股价还是非常不错 全部都是用这种剪刀剪出来的 看一下都是没有任何攀扎的 非常漂亮 特别的有年工 这边是两颗大板松 特别飘逸 铭片也是非常丰满 粗度的话也是在12-13公分左右 高度的话也是在一米二左右 其实也是相当漂亮 颗颗老卫斯座 这边也是一颗大板松 看一下这颗扭曲度很好 三盆盆景还是相当漂亮 这是一颗大板 这是一颗次板 应该是次板 造型都是非常优美 整体股价看一下扭曲度 特别飘逸 很是漂亮 层次非明 红皮白骨相见 非常的苍老卫斯座 有喜欢这种精品老装松柏 盆景的朋友 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